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生姜今天的价格猛涨 比起去年贵了好多 所以就想着给大家分享几个 保存生姜的小苗胶 使生姜保存小半年也很新鲜 这样大家就可以乘着超市活动的时候 价格便宜多买些回来保存着 一年只需要买两次 首先第一个方法 我们在大碗中 倒入日常使用的大米 准备平成一些 然后这样保存的生姜放入大米中 如果是带着泥土的 建议大家清洗干净后 晾干再放入大米中 然后再倒入一些大米覆盖住 都说大米是天然的干燥剂 像这样把生姜放入大米里边 它就是存在一个干燥无痒的环境下 这样就不会出现干扁发芽的情况了 而且会一直保持新鲜 今天用完了 大米淘气过后一样可以煮了吃 一点也不会浪费 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方法 方法二 我们在大碗中加入两小时盐 倒入清水 然后放入生姜 晃动几下食盐融化 然后浸泡20分钟 盐既可以杀菌又可以防腐 时间到了 我们把生姜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再拿出来 放到煮盘中 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 晾干表面的水分 有阳光照到自然更好 现在我们在桌子上 补上一盏保鲜膜 把晾干水分的生姜放在上面 然后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要包裹到密不特风的程度 把这样保存的新姜 全部用同样的方法包裹起来 就像这样 全部裹好后 放在液凉干燥的地方 保存半年都不会坏 不干扁不发芽 而且营养也不会流失 方法三 这样保存的生姜 用刀对半切开 切出一个切口就像这样 然后准备一个容器 在里面加入食盐 铺平正 把生姜的切口朝下 平平地放在食盐上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做生姜 进行保鲜了 不管存放多久 都会像刚从地里拔出来一样 是新鲜的 最后盖上一盏保鲜膜 放在一两干燥处存放着 这样就可以了 方法四 我们准备一个带盖子的罐子 把盖子打开 把生姜放在里边 然后倒入适量的米酒 再把盖子盖起来密封起来 因为米酒是成酸性的 能够长时间地保存生姜 保存半年都不会坏 这样吃的时候拿一点出来 再密封住 随时随时取 特别的方便 好了 保存生姜的侠几侠 就已经分享完了 觉得食用就收藏起来吧 好方法也要和好朋友分享哦 每天持续分享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